暗影奥秘虚空召唤师 在这一次的召唤武器中 添加了来自虚空的普通 我将只使用召唤武器 以及虚空生物的协助通关 泰拉瑞亚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LK 好久不见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 泰拉瑞亚虚空召唤师第六期了 上期我们成功的击败了肉扇 然后这期我们应该是去打新三王 对了上期还打了一个史莱姆女皇 他给我掉了一把阵杖 还有两个混沌碎片 当然这个是神圣生物都会掉的 他能做的东西就这么些 然后这是混沌阵章 可以增加10%暴击率 电磁油耳 然后镀层 还有这个核弦药剂 这个药剂效果是阻止其他buff 在生肖时衰减 目前我想到的 随着时间衰减的药剂 也就只有幸运药剂了 所以感觉没什么用 但是我们可以拿它去刷光明之魂 制作这个药剂 我们需要一个公主鱼 公主请上钩 水晶蛇都掉上来了 我鱼呢 我公主鱼呢 有了 好 现在我们就利用微光壶的特性 来刷一下这个药水 顺便提一下 原版是不可以这样刷的 但是模组版是可以这样刷的 因为这个模组 它的微光壶分解药水 它会全部返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模组版它可以全部返还 可能就是某种奇怪的特性吧 经过反复的自作拆解之后呢 我们的魂已经来到了500多的数量 可以说是基本不缺了吧 现在是在刷飞翔之魂 然后这里我好像是有事 挂了会儿鸡 然后这个小白龙就自己死掉了 在暗影奥秘的模组里面 有一个非常超模的翅膀 就是这个机械助推器 但是我们家里面 已经没有以太之魂了 所以又去打了一遍无相之铁 机械助推器 来感受一下这个翅膀有多超模 能飞到顶吗 好像不能 差一点点 可以看到我直接从地面上 直接飞到了接近太空的地方 但是这个翅膀还是有一点点缺点的 就是它的飞行速度较慢 但是你以为就结束了吗 它还可以切换模式 飞行模式 在这个状态下 需要消耗虚空值 来达到随意飞行的效果 虽然很强大 但是有代价 如果我们的虚空值降低到零的时候 会有一个虚空过载的状态 这个时候会持续掉血 并且受到更多伤害 我想要一个雪浮杖 感觉那个雪浮杖应该挺好用的 哦来了来了来了 直接就来了 我之前掉那么久都不出 现在直接来了 真不错 再次将会有关系的 直接就掉了 召唤杖也拿到了 我们直接来打一个骷髅王试试 集血骷髅王 是青三王中 感觉最简单的一个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翅膀飞得太慢了 躲不过去啊 这次一定过啊 刚刚是15毛 高估了这个翅膀的飞行速度 这个翅膀它虽然很持久 但是它很慢 就是又慢又持久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那种 又快又持久的 我比较高估了 我比较高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 这不是简简单单吗 偏证器 这个是之前没有做的东西 这个是可以偏转我们背包里面的液化能量的效果 热能偏证器 这个液化下键我们可以去打一下 我先做一个尝试偏证器吧 这个其实肉钱就可以做的 但是我没有做 增加抗性 伤害和移动速度 哦 这个恐惧之魂可以做一个新的召唤杖 炼狱之魂法杖 自然之魂放在背包里面原来是降低伤害的 现在是加生命恢复 这个是加防御值最多8点 然后这个是加远程伤害 感觉没什么用 我是玩召唤式的不需要远程伤害 来搞点炼狱之魂 这个暗影奥秘有一个小特性 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小游泳灵标记结构体的话 这个结构体它会分裂出更多的那个魂 刚刚给结构体标记了那个战略品 来来 再标一点 再标一点 哦 这弹幕太多了吧 哎呀 哎呀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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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弹幕太多了吧 哇 不知道的 我还以为我在玩东方呢 这弹幕也太多了吧 重新打 重新打 我先把它打成那个魂之后再标记 不然的话它又分裂出好几个魂 不得不说 这个炼狱结构体还是挺强的 比其他结构体强多了 而且它会像这样的喷火 特别酷炫 轻异出了 Cu优众 才 advantages 不知道 糊center 除消失 扩蓮 temps 好 打完了 哦一次性六个 还可以啊 当然正常情况下是一次性掉一个的 因为我给它标了那个战利品标记 所以一次性掉了六个 这个下界块 我想看一下这个下界块有没有特效 我感觉它应该有特效 看一下 哦 好漂亮的特效 哇 这个特效好看你 我想把它放在我的那个房底上面 好 完美 看是不是非常酷炫 感觉像是我房子着火了一样 有夜花下界的话 我们可以做这个热能偏镇器了 可以增加我们的20点最大生命值 魔力值还有虚空值 夜花极光放在身上偏转为增加移动速度 夜花下界则是增加近战伤害 还有炼狱之魂法杖 这个攻击方式挺不错的 不会打假的 而且这伤害也挺高的 我们先来实战一下 看一下这个到底强不强 哦 这个炼狱之魂它是一次性可以锁定八个敌人 你看它八个破台一起射 因为这个毁灭者是多体积的嘛 所以它有多个命中地方 所以它就一起射了 哦 不错不错不错 哇 它甚至还可以帮我清理这些炭针 毁灭者好菜啊 都给我打困了都 简简单单 力量魂可以做潮吸魂法杖 来看一下潮吸之魂法杖的效果 它好像跟陆地之魂一样的 就是进入到敌方的身体里面进行一个伤害 我怎么捡到三个草药袋 草药袋可以做一个这个 挺好玩的 自然镀成水培架 这个是可以自动长草药的 只不过它是随机长的 上面有花开了 右键一下就可以收获 而且它不需要种子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机械心脏王 的 这 和 灌中鬼火 87召唤伤害可以做一个 怎么是个苏醒的 灌中鬼火 哦 它是个装备 我还以为是召唤杖的 它居然是个装备 看一下效果 好像就是身上多了一团火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 好像被我的招呼挡住了 先搞一套神神套 比之前多一个召唤栏 就多一个 但是我们的炮台 只能召唤一个了 没有加一炮台了 去刷一个战争桌 这么强 我也是这么强的 来 我们去打一下旧日军团 旧日军团 只有一阶段掉战争桌 哦 对 现在只会刷那个蛇魔 不刷那个法师 不刷法师 我就没有战争桌 我早知道提前打了 哇 那怎么办 理赔一个 行 那我们理赔一个吧 等会我们拿一个 打完这个 我们就自己拿一个 早就应该打旧日军团的 我搞忘了 没有这些召唤物 根本就不需要炮台来打 这个战争桌只有一阶段和三阶段掉是吧 反正我们就当打了一阶段嘛 买一个爆炸烈焰手杖 这东西我比较喜欢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 这个模组的新boss 极北灾星 他要一个寒霜盒 这个冰巨人还是很好刷的嘛 还掉了一个冰雪雨 没什么用 寒霜钥匙 这个消耗吗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消耗品 哦 对了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新的召唤杖 我们可以做一个双子魔眼法杖 用更好的体验里面的构造魔杖 作为一个平台 哦 这个钥匙不消耗 还行 那可以无限打 哦 这弹幕是不是有点多啊 这个boss应该不会加强特别离谱吧 以前挺简单的 完了 我怎么老是往他的弹幕上面接呢 激光挺好躲的 已经半斜了 打得挺快的 但是我要死了 啊 我没看到 他这个弹幕太小了 又小又多 这什么 哇靠 你还会进站啊 你 冲撞是吧 哇靠 哇 他湿了好多 哇 你也太能湿了吧 哇 这也太多了 受不了 根本受不了 放一个护士在这里 到时候我没血了 我就过来奶一下 啊 残血了 残血了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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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一下 好 完了 太多了吧 这 怎么躲啊 这个 哇 你还边转边射 还放极光 他是不是裂开了 我怎么感觉他 哎 啊 他边发极光 边砍我啊 哇 你好逆天啊 太逆天了 一边透 一边射 不是 一边砍 一边射 boss数字 是不是太超模了 不是他超模 是因为我过载了 男你来了 这么多连都是这个难度 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我已经很熟练了 我已经打了几十遍了 肯定很熟练了 他这些弹幕前面都有一条线 方便你走弹幕的 很贴心啊 啊 过载了 我连续接了他两次激光 没谁了 所以他的激光 为什么能射这么准呢 他那个激光 他那个激光 按道理来说 命中率应该挺小的 但是我老是自己撞上去 这是为什么呢 感觉都快打了一个多小时了 还好吧 我以前打突变体的时候 感觉打了十多个小时 都快打了声ро 好 pas 一 面 insights 二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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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用 我们的虚空召唤不是持续消耗 如果是持续消耗的虚空武器的话 用这个极寒沙罗是真的挺强的 他一定要打完这个 我们才能去挖叶绿的 还好我先打的 他加了一个苦难之魂进去 好离谱啊 他能把那个AMPC里面的 那个魔副药水的buff 也加上这个里面 先把这个搞谱做了 可以挖叶绿了 我刚刚还在想 要不要去挖叶绿的 幸好没有去挖 不然就尴尬了 这个绝对合金要做什么 朔花鞋 我不想做这个 这个朔花鞋 它那个冲刺 它是无法控制的 就是说你跑着跑着 它就给你冲一下 蔚蓝轰炸 涌动鹤章 这个可以 这个是可装备的 使多个会向敌人 射出极光的暴雪 以及探测器围绕着我 做一个这个吧 平台发生器 暂时先不用了吧 我感觉这个东西 先召唤两个炮台 它有点呆 它打不中 来点勘测药剂 找那个生命果 然后顺便挖一点叶绿 然后再找一下那个花苞 然后我们准备 开始打花了 叶绿脖子物品 就一个这个 这个是近战伤害 然后如果做幽灵定的话 幽灵定有一个 宝礼发生盾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之后做一下 这个是给召唤师用的 美德之书是什么 小鬼火掉的 我们那会儿去刷一下嘛 啊 这个土恶魔 红恶魔太变态了吧 啊 我又被一叉超人叉死了 哎 掉了 哎掉了 美德之书 哎呀 终于掉了 看一下 召唤一只会防御附近敌人的 幽灵鬼火 跟这个灌中鬼火的攻击方式一样 就是颜色不一样 我可以再召唤一个 这样的话 一个冰属性 一个火属性 他们俩自己就可以打融化 勇动勋章可以升级 冰块碎星盾 冰龟壳 可以做一个 哇 他这个一次性 你可以捡好多呀 你们能出一个 100个冰龟壳的耶 应该掉了吧 100个了都没掉 还说我没捡到 我捡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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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碎块 未盾 灯泡定位器 多来一点 这是一只会还挺多的耶 这里有一个 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里是之前我们打 那个封后的地方 正好 那我们去那个地方打 好 直接开打 来吧 我觉得是一只花应该挺简单的 应该是乱打的 就我这强度 你看 他嘎嘎掉血 我嘎嘎输出 你看 这不是简简单单吗 这个世纪之花 简直就是 so easy 暴力 疼慢 矮人法杖 我们有新法杖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LYK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 发两条弹幕支持我哟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